中国贸促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师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协办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支持的创意中国 多元澳门中国,澳门,创意产业大会 于10月20日下午在澳门威尼斯人佛罗伦萨厅,举行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洪斌士凭致辞表示 试次活动探讨符合澳门多元发展的新模式 凝聚越港澳地区的智慧 加强澳门与国内外创意企业建立广泛合作 推动澳门建设符合区域特色的创意产业集群 助力澳门打造创意产业发展新高地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影川市贫致辞指出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建议打造文化牌、科技牌、旅游牌 健康地促进经济多元发展 抓住文化产业领域出现的新业太新模式 为澳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代主席如雨山期望业界朋友 可以借着参与本次活动托钱联系和托宽视野 展望未来 期望各地文创机构和企业能继续多来澳举办更多商贸交流活动 当局将继续提供服务 协助托钱海内外市场商机 上链行工资任城内市场上시다 大都市上 quiz 然后将继续提供服务 橙广毛 海外市场上 dere khác 与本 gebe